好了今天这一集我不得不提前道贺一句 不让人第二阶段圆满收官 只等大街军那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帅导曾说过这十一集会是一场不一样的回忆 现在看来这一次的回忆不仅暗藏玄机 更是醍醐灌顶 若要将那文系分个三六九等 那这一集当属头等 李幸云和张子凡的棋局从辽江归来便开始了 自李幸云打开城门截伐场到张子凡现身墨北大营 失双目二人遇水架墙随机应变 顺着所谋定的道路不撞南墙不回头 李幸云背信七亿大逆不道 烫白脸张子凡鞠躬尽瘁为国为民烫红脸 一条阳关道一条独木桥 也重如第五级第四期 老李现身截伐场时的标题所言 此一去唯有荡身 这一路不仅仅是为李思源冲地造势 还要让各方诸侯有理到外的信服张子凡 正如张子凡在剧中所说 武功盖世又有何用 口服心不服的人还有多少 此言出自寻子眷武之王治天地球 知强大者不务强也 绿王命权其理 宁弃德力权则诸侯不能弱也 德宁则诸侯不能削也 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影 是知强盗者也 肥炎也可解答很多观众心中的疑惑 为何不让李星云冲地 且不说老李从未想过冲地这一回事 单从个人德才来看 精于治国理重的张子凡 显然比李星云更为适合那个位置 而真正让我头皮发麻的 便是两人兴罗旗部盘根错节之后 所得出的结论 我说我们谁也赢不了谁 不如就此放手 世人如其子 作为执骑者我们还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何其 何其 这便是最大的智慧 不知各位可知 围棋对局中 有一种局面称之为 循环节 在此种情况之下 棋盘上的几节互相纠缠 若双方都不肯松手 则只能陷入无限的循环之争 棋局就此停滞不前 李章二人此时所陷入的四局 恰如循环节 而出现此种局面 一般论作何其 唯有退道成来放下输赢 飞蛾扑火方可下完这一盘棋 我想这也便是片头曲 天下节的由来 因为天下节在围棋中指的便是 足以以一局左右全局胜负的关键大节 此番对局之前 二人心中所想虽然都是天下大同 但却暗含争个输赢的意味 不是给自己争输赢 而是给心中所信仰的天道霸道争个高低 此番对局之后 两人大彻大悟 都知晓单靠自己的天道或是霸道 都无法逃离这该死的循环节 他们永远也赢不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这第三条路 何其 何为何其 简单而言 不赢不输但你可知 不赢不输也意味着既赢又输 张子凡赢得了天下可君主之名 依旧是李思源 李星云迎来了太平 可要一世背负骂名 飞蛾扑火虽必死 但也让世人看到了何谓不屈强权 变数无常的乱世 若想要天下太平看的不是输赢 是得失 李星云步步输旗换得张子凡冲地的机会 最后赢得了太平却也输掉了人生 这也便是何其的智慧 而这一点周导早在第三季结尾第一阶段的终点 就借鸡如雪之口道出了答案 从结尾的预告来看 再结合最后一集超越三十五分钟的预计时长 绝对会是一场酣畅淋漓高潮迭起的激斗戏 从预告来看 大致分为四大战场 以张礼礼为核心 以西宫为主战场 逐层向外扩展 首先 最外围由三千院率领的不良人小分队 奉命拦截前来支援李思源的部队 第二 由女帝率领的幻衣仿仲人 负责阻拦西宫内部的护卫军 第三 姬如雪和陆林轩率领天师傅和不良人小队 对阵李存李 最后 西宫殿内 李兄云和张子凡合手对抗李思源 关于四大师祖的动向 个人认为除了英勾之外 其余人不会参战 他们的故事以及将臣的秘密 大致是要放到第七集重点讲述 最后的最后 咱们再来好好讲一讲那颗心的事 但这颗心又不仅仅是袁天刚的那颗心 李幸云一直以来也不好奇这颗心的来历 因为自答案上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知道了 袁天刚活了三百年 忙活了三百年 累了三百年 一路看着李幸云长大 一路让他成长为了如今铁骨争争的不良帅 甚至以死为代价将老李推上了乱世的风口浪尖 李幸云的前半生大帅可在身旁护你一个周全 李幸云的后半生 大帅料到自己早已归于尘土 注定看不到老李平定乱世的那一天 也要用自己的心脏为他留下最后的出路 你要说皆是为了大唐 为了天下 为了百姓 那在我看来 袁天刚身上或许也有着如父一般 对李幸云望子重隆的期待 大帅把一切都堵在了那个从小看到大的孩子身上 而李春风所说的也便是如今的局面 大帅确实没有死 他的志向与信念会如那颗心脏一般 永远活在李幸云的世界里 从周岛第三季以袁天刚身死为乱世开局 到书岛第四季的苗疆之行 让李章看透这乱世奸行 起重转和沧海浮沉 谈笑间 竟是种各青春 不管是对于不良人这部作品 还是对于李章二人 又或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那首歌里说的好 人生难得是欢聚 唯有别离多 行仙旅酒一杯 生生离敌催 问君此去几时来 来时莫徘徊 想听外古道边 芳草碧莲连天 万芳复了地生残 西洋山外山 芳草碧莲连天 芳草碧莲连天 承讹 心肆辱天 无尽 大米 五天 无尽 黄厚 catch 保家 忍 摟 连天 只是央开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